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数学简单 我是赵诺老师 今天晚上我们要教的是 尺规做图的第一次上课 同学一定要准备好一个原规 我们尺规有两个工具很重要 一个叫尺尺 一个叫原规 那个尺尺要求并不多 不要刻度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尺规做图的尺尺 它只提供画直线工门 然后是不用有刻度的 那原规的话 建议不要买那个钢珠原规 至于为什么我讲过的 就是它那个半径会跑来跑去的 就不适合 所以原规检查一下 如果这地方太松了 把它锁进来 不然有时候你就画原的时候 越画原规就越大 半径就越大 那就是它这边松掉了 好那我们看那个在讲义的一十八页 那十八页这边呢 尺规做图 有些老师会很要求写做法 那做法我也是很要求 但是我的讲义上面 把做法都印出来了 就让同学在写的时候 可以稍微轻松一些 但关键的东西还是要注意一下 来第一个 我们先学习那个尺规做图的 线段的复制 在讲义的第十八页 十八页的第一题呢 它说给你一个线段叫AB长 我把它画在黑板上 老师没有直尺 我那个 老师无尺 同学有尺你就把尺拿出来 不要像老师这样子 没有尺在那边画 有尺会比较好 你就拿尺出来 然后呢 尺规做图要怎么做呢 它就说这是AB长 要做一个西珠长 它是AB的两倍 叫两倍的AB 我念的跟写的都不一样 两倍的AB 最近很严重 手眼都不协调 心里想的跟写的都不一样 那个来翻篇一号 线段AB 然后呢 尺规做出西珠长 然后使得那个西珠的长度呢 会是AB两倍 那你要怎么做 破音 好你要像做 你先拿直尺出来画一条直线L 所以我们的做法像做 先取一条直线L 这个直线是你拿尺数来画的 就随便画一条直线 要多长哦 也不要太离谱啦 至少你觉得AB两倍放得下 好不好 这是直线L 因为我AB画太长了 所以一定要取那么长哦 然后呢 它是要做什么 它要做西珠长是AB两倍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认取一点叫做西 从这边开始 从这西点开始 这是西哦 为了要复制线段 这很简单 那是要会哦 来 怎么做呢 你就把原规拿出来哦 它的原心呢 就放在A的位置 然后呢 那个笔心哦 就放在这个B的位置 那我需要注意哦 你这个量的时候 有个动作很重要 就是要画下去 一定要画 为什么要画 让老师知道说 你有在 你有在做尺规画图 这画图痕迹不要插掉 再留着哦 然后把原规的原心呢 移到西 这边画下 因为半斤一样 所以AB就被我复制过来了 可是要两倍的AB啊 所以我再移过来 接着往下画 往下再画一个胡 跟L会有焦点 这个焦点呢 给它取名 就叫做珠 因为这一段是AB长 这一段又是AB长 所以就得到这个结果了 西珠长 就是AB两倍 所以这个第一个图呢 就是所谓的复制线段 怎么复制呢 很容易哦 你就把那一个原心呢 移到A 然后半斤拉到B这边来 然后一定要画一个胡 画是给老师看说 你有在去量 知道吗 有些同学 这个因为没有画出来 老师根本不知道 你有没有去做尺规做图 所以这个叫做图的痕迹要留着 反走过必留痕迹 所以反走过必留足迹 是这样讲的吗 反走过必留什么东西 什么鸡的 所以这个痕迹要留下来 再看第二题 第二题打鲁开心 我们刚刚学的这个呢 是所谓的线段的复制 那下一个我们要画的是角度的复制 角度的复制呢 不论是做法跟它的做图都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会画 做图要做得出来 那做法要会写 因为有些关键东西都很重要 你把它好好地把它写下来 如果我需要老师有教 就按照它的方法去写 那一定要写下来 那我先把图画一下 那个半例二的第一题 椅子角ABC 它的角ABC是个锐角 那跟锐角顿角都没关系 方法都一样了 这是ABC 它要做呢 它叫你求做这个图是做角PQ 会等于角ABC 好 好那我们就跟着我们的那个讲义的做法 跟做图我们都一起来 好不好 好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要先拿直尺 那个直尺的功能 它只有画直线 什么功能都没有了 它也不能画角度 它也不能干什么 它只能画直线 所以就准备一个没有刻度的尺都没关系 就画一个直线就好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呢 先做先取一条直线L 这直线L 然后呢 在L上面呢 再取一点 那么这一点你要想取什么名字 因为题目有说呢 它是要做PQR 等于角ABC 你的B在这个位置怎么样 B要对这个 所以中间对中间 中间这边要取Q 所以Q在这里 比如说是PQR 先想好了 所以Q在这里 我们先取一点Q 然后呢 为了要复制角 你要把原心移到B上面 移到B上面的时候呢 要夺长为半径 这个时候没有限制 就称之为适当长 什么意思喔 就是你不要太短 然后不好画 你也不要太长超过适当 适当就是说你觉得可以 不要太离谱 轻松好画的为主 叫适当长 所以你B在原心 开始画虎 画下来 怎么那么丑 不好意思 这个不顺手 画下来 然后变这样子 记得喔 画完之后呢 这个半径 不可以动 不能动 然后接着呢 把这个 画好之后的这个 这个原位 移到Q这边来 一样画虎 所以我刚才从原心放到B 画一个虎 对不对 这半径不能动 重点是半径不要动 一样再画一个虎 这个虎呢 它跟L 有焦点 这个焦点给它取名字 叫做R 好 交到R之后呢 我们的做法之后 因为要写更清楚 我们做法在画的时候 是把这边的焦点 设为 猪跟E 就是它跟AB跟BC 交于猪一两点 然后再把原心移到Q 一样画个虎 这两个半径有一样 这个半径 跟这个半径 相当半径 然后画个虎 跟L交于R点 好 找ABC 然后这E是这个 这个E是这个点 就放到E点 放到E点之后呢 要量开口有多大 怎么量呢 你把原心放到E之后呢 这个圆归拉到这个 珠的位置 去量它的开口 量完之后 记得要画虎 表示你有在量 你不要说只有量而已 也没有动作 这痕迹把它留下来 好 懂意思吗 好 画好虎之后呢 记得 这半径一样不要动 把它移到R这边来 然后一样画虎 跟前弧会有焦点 那这个焦点呢 就给它设为P好了 假设为P 因为它要做PQ 这边就给它设P 然后假设P之后呢 再把这个PQ 用直线连起来 连起来之后呢 这个角 跟这个角 就一样大的 就会做出来 角PQR 等于角ABC 好 那关于做法部分呢 做法 做法 的部分 就方法 那做法 写做法 怎么写后来 先画一纸线L L上边写一点Q 然后再以B当圆星 适当常为半径画虎 这个适当常是没要求的 就给它画虎 然后交ABC两边缘 注意两点 对不对 再来呢 它是以Q当圆星 然后夺常为半径呢 你要写B珠常为半径 或是BC常都可以 它说的第一个 夺常为半径 你以BC或B珠都可以 BC或B珠都可以 好 为半径 画虎 交L与R点 然后再以R做圆星 那夺常为半径呢 我们刚才是量开口 是量C珠 所以你要写 是以C珠为半径 因为我们刚才量的时候 是以 这个角多大 是看开口大小 我要看这边开口 去量它 你画完之后呢 移到这边再画 所以它是以那个C珠常为半径 所以Cong要写C珠常为半径 画虎 然后交前虎 这是第一个虎 这是第二个虎 所以这前面的虎 交前虎于这一点 叫P点 然后连接什么呢 你要连接 连接PQ 所以连接PQ以后呢 那么这个角PQ 即为所求 所以记得哦 那个做法跟做图都很重要 这是复制角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哦 好没有的话呢 我们看那个在讲义第19页 那你会发现老师讲义这边 都给你很多的一些 做图好的结果 是给同学相对做比较 因为同学有些不会画 画起来都很奇怪 所以我就把那个 正确的做图的样子在旁边 但是你还是要自己画 好不好 一定要自己画 多画几遍你都很熟悉了 好我们看那个第二题哦 第二题它是有两个角 都是锐角 角1跟角2 那这边呢 是要复制一个角 让它变成角1加角2 好 来我先把那个题目先 先画在那个 贴板上好了 它的角1比较小 1 然后再角2 2稍微大一点 就是2 角1跟角2 它说呢 要做一个图 让它变成角1加角2 好 好那我们怎么做 好我们这样做 来 第一个 这是复制讲 所以先画一条直线L 先取一条直线L 取好之后呢 用持续画 你不要像我在拉直线 用持续画一条直线L 然后在L上面呢 我们就先认取一点 这一点呢 就称之为B好了 我们讲要取ABC 跟ZBC这样子来做命名 这名称可以自己取啊 这个就没关系了 好那取了B之后呢 我们要画图要先复制 要复制角 要复制这两个角 把它加在一起 然后怎么做 一样 你把那圆心呢 就取 圆心哦 就是圆归拿出来之后呢 先拉适当长为半径 那什么适当长 就是你在画的时候 不要很痛苦啊 就大概这两个都可以画得下的 来 这样子 适当长为半径 然后画 画的时候呢 两个都画 一起画一画 就是你脚印也画 画完之后半径不要改哦 一到脚二来再画 接着画 所以这两个半径 有没有一样 一样 继续哦 把圆心一到B 继续画 画了三个弧半径都一样 要知道吗 所以第一个哦 这三个半径都一样画 画完弧之后呢 开始我要把脚复制过来 要怎么做呢 我把这个焦点给它 盛明这个洗好了 好 好接着哦 我们就那个去量开口大小 第一个我先量脚印的 好脚印怎么量呢 脚印的话呢 我们就把那个圆归 记得哦 你要量脚多大 是量开口 什么要开口 是这个要开口 知道吗 所以把圆心放到这里了 我做记号一下 明明看不到 圆心放这里哦 然后去量开口 量的时候记得哦 量的时候不要只有量而已啊 这动作一定要做出来 什么动作 画骨 画骨表示说 我有量我有量 这样老师看清楚 老师你看清楚 我有量哦 好 这样怎么意思啊 这样画骨哦 画完之后呢 把这个半径不能改 移到这个C点 一样画骨 那我就把这个脚印给复制过来了 好 所以我把它连起来之后呢 好 我把它连起来之后 连起来 然后这个焦点呢 这个刚才那两弧的焦点 给它设A 所以脚ABC是谁啊 它就是脚E 我把脚E复制过来 对不对 我还有脚二还没复制 脚二有多大 一样看开口 怎么看呢 开口是说 圆心放这边 有没有 方法跟脚一一样 好再看一次哦 圆心放这里哦 然后去量哦 选页放这里哦 去量脚二多大 量完之后记得不要只有量而已啊 要去画符啊 画给老师看 老师我有量给你看哦 这么大 对不对 这脚二 同意是吗 然后把这个圆规不能动了哦 这半径不能动了哦 移到这个脚A去续画 画到这边来 有没有 你把这个开口画到这边来 也就是说 这个焦点呢 命名叫做猪好了 你把那个B猪连起来 好 你把B猪连起来之后呢 这个猪BA的角度是谁啊 就是脚二 有没有 那你要求的脚1加脚2等于谁 就是脚猪BC 所以则 脚猪BC 即为所求 或者脚猪BC 就等于脚1加脚2 有没有 你这都说明好了 这是第二题哦 就是做那个角度的复制 有没有觉得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这个不难得哦 好不好 要学好了哦 好看那个第三题哦 第三题 我把这个插掉 第二题插掉了 我们这连续三题都讲那个角度的复制 让同学很熟悉这个做图的部分 那同学一定要自己练习哦 你不要跟我画很轻松啊 你一定要自己去试一下哦 好不好 看那个第三题哦 很多东西哦 看人家画都很简单 那你自己画 发现困难重重吗 所以你就要想哪边有困难 你再把那个影片再看一次 这个画图务必要会哦 因为这个都画图的题目系都很简单 没有难得哦 你要把它学起来 因为不难就一定要会啦 好不好 你没有什么高深的数学 就是画图而已哦 好吧 一定要会画 好我们看那个第三题哦 第三题呢 它是要移之角A 它要说做一个角B 等于两个角A 然后题目的第一个小题要说要做角B 做一个角B 等于两个角A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角A怎么样 复制两次嘛 好容易啊 所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一样哦 先取一条直线L 我画这里哦 先取一条直线L L取好之后呢 在上面认取一点 就叫做B 因为要复制B 复制角B等于两个角A 所以命名叫B 好了之后呢 开始了哦 这个角度要复制过来怎么做 第一个原心先放到A 夺长为半径 这个没有限制哦 叫适当长 为什么现在讲那个半径问题哦 因为后面的半径有些会有限制 那目前为止我们做那个角度的复制 是限段的复制哦 它的半径有时候是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叫适当长 所以呢 多长为半径 适当长 适当的长度叫适当长 适当长为半径 开始画弧哦 画弧的时候呢 它会有两个焦点 我把那个原心移到B 半径不能改哦 一样画弧 画好之后呢 它跟L有焦点对不对 接着哦 我们就要以这边当原心 还要以这边当原心 开始继续往下画对不对 你要量A有多大 看哪边 所以看开口 只要开口呢 原心移到这里 去量它多大 量完之后呢 去做记号 反正说 我有量 我有量 我不是用目测的哦 现在同学乱画你知道吗 你要说我有量 量完之后呢 把原心移到这边来 画第一个 哎 角A就复制过来一个了 再画一个 哎 两个角A 一个角A 两个角A 这个时候呢 你再把第二个这个焦点呢 跟B连起来 所以呢 角B即为所求 角B这个角 就等于两个角A 好 这样吗 这是第一题哦 好 第二题呢 好 说要做个角C 那角C 等于角A的补角 同学很容易啊 什么叫补角 相加是180 互为补角是说 这两个角相加是180 所以你要做角A的补角 等于是怎么样 做另外一边嘛 对不对 那什么意思呢 你就一样画个L 画个L 然后在L上面呢 就取一点 它叫做C 那为了让那个图啊 比较不会乱七八糟的哦 所以我们的半径一开始 都是按照前面的半径一样 再量一次好了 我们都当做半径哦 然后移到这边来 对不对 画虎 移到C这边画虎 然后先把A复制过来 好一样哦 原型摆这里哦 两开头多大 因为刚才就画过 就不要再画了哦 最近有画的痕迹在了嘛 我把它移过来 这样画下去 然后我就把那个怎么样 小A复制过来 对不对 我把A复制过来咯 蛤 没有画到 随便啊 图大点好了 我把A复制过来咯 那复制过来之后呢 这个就角A啊 这个地方就是角A本身啊 对不对 那什么叫角A的补角 补角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相价是180 所以角A的补角在哪边 同学在这里 这个位置叫角A的补角 所以这个地方极为所求 所以角A是指这个角A 所以角A的补角在这边 这边是角A的补角 因为所谓的补角是说 相价是180 180什么意思呢 就一条平平的直线嘛 平角就180 是平角啊 所以扣掉角A在这里 所以角A的补角 是这个位置 这样的问题啊 这是那个做图的部分 好 好再来我们看那个范例衣3 范例衣3呢 我们开始画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做图 就所谓的中垂线 或称之为垂直平分线做图 中垂线做图 还有一个是小平分线做图 我今天两个都会讲 因为时间还够 那我们要把它选好了 因为其实做图真的不难 我们就利用一堂课 把一些主要的课程先做完了 来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范例衣3 范例衣3呢 它要做的是那个AB的中垂线 所谓的中垂线 它又称之为中间垂直平分线 也有直接讲说是垂直平分线 中垂就没了 就垂直平分线也可以 中垂线 老师会习惯称它叫中垂线 叫中间垂直平分线 那也简称为垂直平分线 好那这是做AB的中垂线 我把AB先画出来 我画在这边好了 那个做法讲义有印出来 所以同学等下把它讲义的空格 把它写一下好不好 这是AB厂 好像画太大了 好没关系 我们挑战一下 AB厂 好来 怎么样做AB的中垂线呢 跟你讲很容易 但是一定要会 第一个呢 我们就先以AB各自为原型 那夺长为半径 半径 有要求的 一定要大于1ab 第一个条件 要超过 要大于 大于1ab为半径 画虎 一定要大于它 这大于就符合 为啥要大于它呢 如果说你没有取比AB的一半更大的话 你这样取那么小 这样画虎啊 等一下不会有焦点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要超过一半以上 才会有焦点 但也不要太大好不好 一半以上 大概大概就超过一半以上就好了 画虎 画的时候呢 同学有些喜欢是一路画到底 对不对 有些老师也这样子一路画到底 可是我觉得这样画 某些作图会画得很乱 所以我不喜欢这样教 我会教你这样画 你稍微有技巧一下 在那个中间的位置 这边画一个弧就好了 然后这边就不要再画 底下接着画 就会跟这样子 就是我这边画一个 下面也画一个 这边就不要再画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 如果只画一条也好 你画很多条的时候 这边画太多条了 就会乱掉了 所以是技巧问题 好那再来呢 再把原先移到B 刚刚那个半径一样不要改 所以你刚刚那个半径有没有 多长 就移到这边哪里是要那么长 八五 就这边画一个 然后这边画一个 然后这边画一个 这两个不是有焦点吧 它焦于PQ两点 我们给它取名字 这个叫P好了 这个叫Q 叫PQ两点 那我们把那个PQ两点 连起来之后呢 那么这条线就称之为AB的中垂线 就是中间垂直平分线 有没有垂直 有垂直 还把AB给均分掉了 所以这条线可以看成什么 AB的对称种 那懂意思吗 这做法叫做中垂线做土 那重点我再说一次 怎么画呢 第一个先以AB各自为原型 就A跟B当原型了 多长为半径 大于1 2分之1 AB为半径 画弧 画弧的时候呢 因为两个分别画一次嘛 所以也这边画一个 这边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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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焦点 再把这两个焦点连起来 它就是AB的中垂线 这样会了吗 会了齁 绝对容易齁 好 再看下一个图 我们要画的是那个 这同学请务必要自己练习 好 下一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 我们是 使归做土 要画的是那个 线外一点做垂线 我知道两个东西 因为有个东西 我这边没有写到 一个是线外一点做垂线 一个是线上一点做垂线 这两个我同时一起教 因为都很重要 我们刚画中垂线 现在不是 我现在画的是垂直线 我知道你怎么画垂直线 一个的名称呢 叫做线外一点做垂线 就跟讲义这一样 第二题一样 第二题这一颗 叫做线 线外给你一点 然后做垂线 做垂直线 这是一种做图 还有另外一种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另外的呢 就是所谓的线的上面有一点 叫做线上一点做垂线 那这两个都把它学起来 因为这两个做图都非常的重要 好那第一个我们先看那个线外一点做垂线的 这个是给一个直线L L上面呢 这边有一个点 这个点未必在东间 它的点叫做P 我希望说过P点跟L做垂线 对 这个什么意思呢 是说这个一样是L 可是呢是L上面这边呢 有一点 它叫做P 我要通过P点做L垂线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同的做法 但都很重要 两个我都讲 好第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线外一点做垂线呢 在讲义上面的第二实验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原型先放到P 放到P的时候呢 夺藏为半径 同学 因为我们画的弧喔 要在L上面会有焦点 所以一定要超过L的距离 就是一定要超过P点到L的距离 在画弧的时候呢 就是以P完原型夺藏为半径 要大于到L距离 为半径画弧 画弧之后呢 叫L余两点 我大概瞄一下 要看你一图 这样子画下来 你就这样画下来画一个弧 画下来 你看 它跟L会有两个焦点 这两个焦点呢 给它取名字 叫做AB 这是A 这是B 所以刚刚那个半径 有没有要求 还是有要求 就是它要超过到L的距离 为半径画弧 而一般都不会问 因为你要画弧嘛 两个焦点 一定要超过成会有焦点 所以是超过它画弧的焦点 这个时候呢 再以AB 各自当原形 多长为半径呢 又来了 大于2分之1AB 注意哦 这个一定要注意哦 它又是以大于2分之1AB为半径 来画弧 为半径画弧 为半径画弧 为什么这么要求 因为你没有大于2分之1B的话 你画弧不会有焦点 所以它这边说 你要大于2分之1AB 什么叫2分之1AB AB的一半在这里嘛 超过它 再拉大一点 然后开始 再拉大一点 画弧 画弧的时候 往这边往下画哦 我这边画一个 往下画一个 画好之后 离开咯 原形一到B 一样的半径再画一个 我们看到焦点 以A当原原形啊 画一个弧 那B也是画一个弧 打XX 画个XX 画好之后呢 你就过P点 跟这个焦点连起来 它就是过P点 对L做垂线 这样有问题 这个就称之为 线外一点做垂线 那我现在做的这个另外一个 就所谓的线上一点做垂线 讲义没有音出来 你自己补充一下 那要怎么做呢 我原形 一样先放到P 所以两个做法都一样 第一个都把原形先放到P 这边也是啊 原形一到P画虎 对 这边也是啊 原形一到P 然后开始画 画虎 画什么虎呢? 画半圆 你就开始画半圆啊 你就以那个可以有焦点为主 这边画了一个半圆 这样画下来 它跟L有没有焦点 有焦点 那焦点名称呢 一样给它取名叫AB好了 就是这个是A 然后这个是B 好 AB好了之后呢 一样我们再以AB各自为原形 多长为半径 有限制了 大于二分之AB 因为我们在画虎要有焦点 要画叉叉嘛 所以一定要超过二分之AB 为半径画虎 因为你看啊 这个是AB长这么长 对不对 一半这边叫一半 比一半大 再拉过来一点点 开始画虎 画的时候上面画了 就这边画一个虎 然后呢 一样 原形一到B 再画一个虎 看哦 这里画一个 这里画一个 港湖不是有焦点吗 这焦点呢 再跟这个P连起来 就称之为线上一点做垂线 有没有 通过P点跟L垂直 这个是线的外面 通过P点跟L垂直 两个画法其实很像 但是有点不一样 这两个画法都很重要 有没有学起来 有哦 好那做法的部分的话呢 老师又印出来 你们稍微看一下 我们那个做法 大概怎么做的 好看那个第三题 第三题这个呢 好就跟你说 有时候我们那个 齿归做图 为什么画的时候 我刚刚说的画法 你不要直接画到底 就给它画一点点 因为有时候在做等份的时候 画太多线了 反而看起来就很乱 好 来我们看那个下一题 好下一题呢 好题目是说呢 它已知AB厂 要早一点C 然后使得呢 AC厂 会变成四分之一AB 我说它有连那个线段厂叫AB 那我把它画这里 就是AB厂 这个是AB 这是B哦 然后这个是AB厂 AB厂已经是已知之给了 好给了之后呢 它说要早一点C啊 那个C呢 会是AB的四分之一 这A到C的距离啊 是全部的四分之一 AB厂四分之一 那同学你不要马上就画 我们在做图的时候 其实应该这样 它有个先后顺序哦 你要画图以前 你一定要先有想法 你不能乱画一通嘛 对不对 乱画都不对要插掉 所以我们先有想法 好想法就是说 你先稍微想一想 我大概大概怎么画 我们的想法在这里 我们稍后里面的想法 跑出来 我想法是说呢 好不好一样 这个是A跟B 对不对 AB厂在这里 就是A 就是B 那你说你要做一个C 会变成A C厂是全部的四分之一 全部的四分之一 能不能想做四等分 四等分呢 就是E 画三点四等分 四等分之后呢 A到C 是全部的四分之一 那C要在哪边 这边这边这边哪一个 当然这个嘛 所以C在这里 这C的位置 所以我希望把C画出 画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开想的 怎么做 先有这个想法 再开想我们要怎么做 我可以这样做 我们先做AB的中垂线 这个是第一条 好了之后呢 再透过这两个怎么样 做第二条中垂线 第二条 那这个焦点就是C的答案 有没有 先做第一个 再做第二个 就是这两个再做一次 所以我现在有想法 这块子画图 好怎么画呢 第一个 我们就会先画这第一条 第一条就是AB的中垂线 对不对 那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哦 你把圆心移到A跟B 多长为半径 有限制了 大于二分之AB为半径 画图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画 我把圆心拉长一点 好 这样子 这边画一个弧 这边画一个弧 画完之后呢 移到B 这边也是 一到B 画弧 这边也是 画一个弧 好 这两个焦点 把它连起来 这个是哪一条线 就第一条线 就是AB的中垂线 对不对 先画第一条线下来 这是AB的中垂线 第一条线 画下来之后呢 它就把AB 分成了两等份 但我们刚刚说 那个C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接着呢 就透过这两个 画中垂线 没有名字痛苦 等下取名字 ABC 这个是C 不不不 C不能给它 C被弄跳了 M好了 这取名就M 这是焦点是M 再来透过A跟M 当圆心 多长为半径 超过AM的一半 就A到M的一半 为半径画符 会有焦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把圆心移到A 多长为半径呢 就 这是AM长 超过一半就好了 为半径画符 我上面画一个 下面画一个 这也是 以M当圆心 上面画一个 下面画一个 两弧有焦点 这个焦点呢 再连起来 连起来 连起来之后呢 跟AB 有焦点 对不对 这两个 两个弧的焦点 连线之后呢 跟AB有焦点 那这个焦点呢 就取名叫做C的 有没有 是不是这条线 第二条线 取名叫做C 这个时候呢 AC的长度 就是全部多少 四分之一了 好 这懂意思吗 那这是那个第三题 哦 做尺规做足的部分 好 再来看那个21 还有一题 他是要做什么呢 他用尺规做图呢 要做出1比7的项目 好 这边好了 这第三题 好 那个第三题 怎么样可以做出1比7的项目来 第三题 他题号重复编 我刚好编到一样的题号 好像没关系了 来 我看那个在 第21页的上面这边 他有一题 题目说 已知AB乘 然后使得呢 找一点C 使得AC 比CB的比例 叫做1比7 这个是AB乘 这是A 这是B B在这里 AB乘 对 然后呢 你要做 AC比CB 是1比7 什么叫1比7 我们先有想法 在画图以前 都要先有想法 所以我把那个想法先 构思一下 我们到底要怎么画呢 怎么画 做我的想法 把它画下来 一样这个小图 我们就稍微操稿画一下 这是A 然后这个是B 对 题目说要做1比7 对 1比7什么意思啊 就是AC场 这边是C嘛 然后这边就是1比7 大家这样的想法 1比7 对 那1比7的话 1加7 1加7不就8 所以等于是可以做出8等份 那8等份怎么画呢 我们再想 先画这样子 第一条中存线 这样子 这样子再画 这样就4等份 对不对 然后再分了 再分被这样分了 这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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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刚才C画再过来 所以这样画下去之后 1 2 3 4 5 6 7 7个点 可以分出8等份 而且其中呢 这个C的位置 在这里 这是C的位置 所以AC只有这一点 AC跟CB 这边是1个 1 2 3 4 5 6 7 这边7个 那边就1比7 就可以画出来了 可是我们尺规做图 当然是画越少越好 对不对 所以我不可能说 打7个点 画7条线 那太累了 所以我们要节省 只要节省呢 要怎么可以有效的 快速画到这边来 我们开始想 第一条还是一样 先画AB中锤线 先画这第一条 这是第一条中锤线 我们吸在这里 再透过这两个 画第二条中锤线 这边是第二条 我吸在这里 再透过这两个 画第三条中锤线 那你发现 我画三条就够了 有没有 1比7哦 画三条就够 其实这个算得出来 你知道吗 怎么算的 我先教你 因为选择会将考 这个如果要画出1比7 至少画几次的中锤线做图 答案是三次 为什么三次 因为你看1比7 1比7的1加7 就等于8 这个8呢 我们在平分的时候 每画一次平分线 就分两段 所以要看2的次方倍 2的几次变成8 不是248哦 是2乘2乘2 是三次哦 所以2三次等于8 所以至少需要做三次的尺规做图 就达标 那懂意思吗 所以刚好符合三次嘛 1 2 3加画过来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先画AB的中锤线 怎么画呢 先把圆形移到A跟B 大于2分之1AB为半径 画5 我画快点哦 来 这边哦 圆形移到A哦 画5 画个5 画的时候不要画到底 因为很难看的 不好画 你就A上面画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这边底下画一点点 那B也是哦 上面画一点 连到就好了 然后底下这边都不要再画了 底下再画一点哦 有连到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把这两个焦点连起来 它是AB的哪一条 就是第一条中锤线 对不对 这是第一条中锤线 好了之后 我给它取名字哦 不过没有名字 给它讲解不好讲 取名叫P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再做PA的中锤线 那怎么做 方法也是一样啊 把圆形移到A跟P 多长为半径 超过一半 实际一半 AP的一半 所以大于2分之AP的半径画符 一样是上面画一个 然后底下画一个 好 那这也是哦 P的 以P到圆形半径不要改 这边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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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Rule的焦点 这个焦点呢 把它连起来 连起来之后呢 这是第二条中锤线 这第二条 还没到还没到哦 一二哦 还差一条还差这一条 有没有 给它取名字哦 这个焦点呢 叫做Q 我们再做一次 AQ的中锤线 做到第三条了 这懂意思吗 然后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 以AQ当原型 多长为半径 超过AQ的一半为半径 这一半以上的哦 画图 所以这边画一个 这边画一个 而Q也是啊 上面画一个 下面画一个 好 这个焦点呢 把它连起来 连起来之后呢 它跟AB的焦点 就命名 称之为C 则C即为所求 所以这个时候 AC比CB的比例 一定是1比7 因为我们也是用这个图 所构思出来的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尺规做图的部分哦 要做出1比7的效果 如果今天要做3比5 你要画哪边 一样 你要先有想法 3比5嘛 1 2 3 画这边有没有 所以是这一条先 这一条先再画这里 这第三条 这懂意思吗 所以你在画图的时候 一定要先有构思啊 你要先有想法 真的画得出来 你不要那么乱画 知道吗 我再说一次哦 这个想法一定要先出现 你才能够画图 你不要那么乱画 因为有时候都画错 都要插掉了 那个纸又很薄 插到都破掉了哦 都很难看 所以记得哦 一定要先有想法 再来画你的做法 好 这样没问题 那关于那个角形分线 我今天上不到 礼拜五 我再把它上完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今天上到这里哦 那还没有准备好远规的 记得 远规挑的时候 他那个这边的这个地方哦 一定要挑比较紧的 好不好 然后这笔心的部分 诶 笔心哦 笔心哦 笔心的部分的话 尽量挑那个不要自动笔 因为自动笔怕故障了 万一考试的时候 刚好就笔心断掉 按不出来 就挂掉了啊 对不对 所以最好是选那个 可以夹铅笔 铅笔再准备两支 一支断的时候换另外一支 不然现场销也可以啊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哦 拜拜